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2月27号的公式早安新闻 我是朱凤志 中国快艇吩咐案 海巡署第八度跟中方家属代表闭门协商 传出中方代表要求遗体跟渔船一起送回中国 但是海巡署无法接受 没有达成共识 另外因为中国海警派出了导弹护卫舰改装的动头舰 进驻到京下水域 金门迂会就呼吁 于明初还要注意安全 中国快艇吩咐案 海巡署二十六号下午第八度跟中方家属代表等闭门协商 期间中方代表还一度先离席讨论 再重回协商 不过海巡署对协商有无共事 人就保密 传出二十五号中方代表要求遗体要跟渔船一起送回中国 但海巡署无法接受双方协商破裂 随即中国海警就宣布加强执法 还派出零五三H导弹护卫舰改装的弦号二二零二动头舰 进驻京下水域 不只公布跟我海巡艇同框画面 也有中国海警警钉的照片 加大对我施压 港口渔民整理渔船 但和以往多了一点紧张氛围 金门渔会特别呼吁渔民出海要注意安全 针对死者家属关切遗体跟船只 金门地检署表示若家属对遗体有意见 要解剖后才能发回 至于船只是证物 随时有调查跟见识的需求 还不能发回 但在京下水域局势紧张之际 国民党副主席夏立言二十六号率团访中 若有机会将向家属表达哀悼 夏立言强调行程未安排见中国官员 但中方若有安排将克随主辩 但律委执疑仿中时机 呼吁夏立言向中喊话 支持台湾侦办 记者综合报道 我南太平洋友邦土瓦鲁的新任总理出炉 由土国前检察总长戴斐利 获得十六名国会议员一致支持而当选 创下了土国的记录 而我驻土国大使林东亨 接受公示新闻视讯访问时表示 他获邀和新总理共进午餐 戴斐利和所有的国会议员 都表达将会坚定维护台土的邦誼 在南太平洋友邦土瓦鲁二十六号选出新总理戴斐利后 第一时间我国大使林东亨就获邀共进午餐 转搭蔡总统贺电 他透露席间戴斐利与所有国会议员都强调 坚定维护台土四十五年的邦誼 以行动破除选举期间邦交不稳的传言 新总理戴斐利创下土国记录 获得十六名议员一致支持而当选 今年六十二岁的他 曾是土瓦鲁的首任检查总长 之后担任太平洋岛屿发展论坛秘书长 以及中西太平洋渔业委员会秘书长 林东亨指出戴斐利是台湾的长期友人 不论选前选后都表态 希望两国政府未来持续攜手 推动各项 实质合作 外交部次长田中光近期也将以总统特使身份 帅团出访土国传达对新政府的祝贺与支持 林东亨表示我方也将和土国新政府进一步沟通 如何在现有基础上更深化两国的关系 让台土友谊持续且永续 借北深吴家宝台北报道 今天的天气跟昨天一样 持续受到了强烈大陆冷气团的影响 北台湾整天寒冷 其他地区则是早晚冷 白天舒适 晴晨低温在中部以北 东北部大约是11到13度 其他地区也只有14到17度左右 预估白天高温在北部 东北部14到17度 其他地区19到26度 气象署针对了九个县市发布低温特报 要注意到的是双北 桃源 还有廉江县市橙色灯号 都会有持续10度左右或以下温度的发生 外出请记得做好保暖 再来看到的是藏雨方面 由于昨天晚上到今天清晨的水气比较多 中部以北也会有一些零星的降雨 到了白天 中部平地的雨势 渴望逐渐缺缓 转为多云的天气 偶尔可以看到阳光露脸 而以迎封面的北部 东半部到恒春半岛为主 还是会有一些绝部短暂的降雨出现 中南部山区也会有一些零星短暂雨的情形 天气变化大 过年后流感疫情持续升温 有基层诊所医师在脸书发文警告 一个晚上流感快筛确诊就有七个 甚至还有一位小朋友 班上一半以上的同学都是流感病人 有医师表示 这波感染 喉咙痛还有咳嗽等症状都很严重 不过如果一直咳不停的话 也不一定都是感冒 有可能会是胃食道逆流等等的健康问题 不能够轻忽 近期因为放年假 民众出游及家庭聚会活动多 传播风险提高 医院后诊区满满都是人 呼吸到疾病就医的病人激增 不仅医院病人多 诊所也是病患多到看不完 有基层诊所医师在脸书发文警告 春节后流感疫情仍在高点 一个晚上流感快筛确诊就有七个 甚至还有位小朋友 班上一半以上同学都是流感病人 医师表示这部感染喉咙咙痛 咳嗽等症状都很严重 但咳嗽不一定是感冒 如果一直咳不停 除了常见的感冒流感之外 也可能是气喘慢性支气管炎 胃食道逆流与慢性肺阻塞肺病 COPD等因素造成的 医师提醒如果咳嗽症状超过三周 最好就医详细检查 找出病因才能对症下药 而机关署也预估流感疫情 二月底三月初 恐怕还会有一波高峰 单周就诊人次上看十三万人次 因此机关署宣布 从三月五号起公费流感疫苗 扩大开放给六个月以上民众接种 直到用完为止 呼吁民众尽快施打 记者烂水平成立峰台报道 一起来看今天各大报的重点新闻 首先是中国时报 健保署日前公布了最新药价 今年共17项药品涨价 4551项涨价 调整之后新药价将会在4月1日上路 药市工会全国联合会理事长 黄金顺指出这一次调降品上超过九成是老药 几乎都是慢性病用药 已经有厂商口律停产 预估半年之后恐怕会有一波缺药潮 联合报来看到的是行政院消费者保护处抽检去年50个预售屋建案契约 查出13个建案共有22项次违规 不合格率2.9% 四大的违规样态包括有违反房地标示 以及停车位规格 契约总价 省月期不足5日以及验收规定 自由时报来看到的是台北市长蒋万安竞选期间 抛出U-Bike前30分钟免费政策 明天开始正式实施 民众骑程超过30分钟才开始收费 如果民众在台北市借车骑到外线市 仍然会有前30分钟的免费优惠 台北市政府预估总补助3.7亿元 来看到台湾首艘国造潜舰海昆号正在进行驳岗测试 预计今天将会移植到甘屋 实施预备清测试验等项目 学者表示海昆号将会测试排水量是否有符合设计 所有的测试项目完成之后才能够下水测试 台湾首艘国造潜舰海昆号26号傍晚移出海舱厂 画面曝光 新移路黄色船身的中信8号服务过夜 27号展开移植作业 移到甘屋将实施预备请测试验等项目 验证服力是否正常 不过考量试射机命周边港口严加管制 现场已架好阴架 准备可以拉升了黑布 保密作业做到滴水不漏 海昆号的装备有不少来自国外采购 也有国内生产在进行组装 学者分析 海昆号接下来将测试排水量是否符合设计 以及在水面时左右摆动的请测福利试验 所有测试项目完成才能迈入海上测试 但是否敢在520让海昆号下水 海军没有时间表 美军陆战队员抹上卫装 在丛林监视等待 准备演练登陆地面作战 因应中共升高印太区域紧张局势 美国日本在九州河冲绳 从25号展开铁拳联合演习 去年首度遗失日本境内 目的提升日本西南部南西诸岛防御能力 美日共出动两千人参加 被截毒剑解中共 学者分析美日强化第一岛链防卫 台海落爆发冲突 中共势必采取反介入 阻挡美日协防台湾 至于美国联邦众议院 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主席盖拉格访台 展现挺台力道 外媒揭露盖拉格致信给太空探索科技公司老板马斯克 提到中共侵台的可能性 要求提供专用于政府军事的新盾卫星网络 给派驻台湾的美国国防人员 总统蔡英文和副总统赖清德 接见美国华府智库传统基金会访团 会长特别送上了2024经济自由度指数报告书 因为台湾再度在全球名列第四名 蔡英文则是期许传统基金会 继续协助台美深化伙伴关系 而赖清德强调自己将坚定捍卫台海现状 开心接下美国华府智库传统基金会访团 带来的2024经济自由度指数报告 这回台湾再度在全球名列第四 与去年时评 蔡总统感谢美方友人长久以来对台湾的支持 也期许传统基金会继续协助台美 在各领域深化伙伴关系 因为520后即将交棒给副总统赖清德 耐心的接见访团时则强调 自己将坚定捍卫台海现状 而美国国务院与欧盟近期就与中国的双边关系进行对话 并发布联合声明 强大美欧负责任的管理对中关系 也重申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 美国在台协会主席罗森伯格更转发该声明表示 乐见台湾的重要性在国际上越发举足形众 我外交部也表达感谢 外交部也指出近期中国片面取消两岸对M503航线的协议 以及在惊吓水域的挑衅行径都已引发国际高度关切 台湾将持续美欧等理念相近伙伴携手合作 共同捍卫区域的和平稳定与繁荣 今天是吴家宝台北报道 台铁板球站24日发生一起老富人入轨的意外 一名18岁的理性高中生健壮之后 当下判断火车还没有要进阵 冒险跳下了月台成功救下了宝贵性命 不过台铁公司表示 如果日后民众见到类似的状况 务必要先通知站务人员 不鼓励民众跳下去救援 画面中好几位民众冲到月台边神情慌张 约有一位阿嬷24日早上8点多 在板桥站南下而已月台后车 不小心从月台掉落到铁轨 一名18岁理性同学当下判断火车还没要进阵 冒险跳下月台 将阿嬷成功拉到铁轨间的空隙 救下宝贵性命 主要看了一下火车车头灯是还没进来的 所以我才敢下去 那个阿嬷其实没有什么反应 他可能已经有点就是有有吓到 所以就是做就贪坐在那边 让我就是很轻易就可以把他移到安全的地方 他有时候他爸爸也常跟他讲 你在住人以前你一定要先注意自己的安全 那这也是我们常常在做安全教育提醒孩子 但台铁公司表示若日后民众见到类似状况 第一反应务必先通知账务人员 不鼓励民众跳下救人 否则突增风险 列车禁站时司机员预防性煞停 为影响列车行车安全 为提升旅客后车安全性台铁也正研议建制月台门的可行性 预计年底在高雄站失败 但学者认为台铁列车形势较多 月台门必须适用所有车种车门位置难度不少 学者也建议台铁可以在列车进出战时加强广播 提醒乘客注意安全 铁路警察局则呼吁旅客后车时避免靠近月台边 切勿超越黄色警戒线一面发生危险 今天我们陈博玉新闻报道 大学学策成绩将会在27号放榜 或许就会进入个人申请阶段 不过有学生团体指出 高中的学习历程档案出现了商品化恶性竞争的问题 像是有代写付费制作学等或者是勾架的学生营队 这些都让学生感觉很焦虑 呼吁相关单位能够重视这个议题 也是有参加过营队 但是其实当初的收获并没有太多 因为它比较像是一个游戏室 然后去认识朋友 问了以后可以到心目中的理想大学就读 高中生们除了要努力读书 还可能会参加课程 报名迎对 要让学习历程档案更加亮眼 却发现有一些人会钻漏洞 在这阶段是有人在做这件事情 确实在就是坊间其实包括自己的身边同学还是会有听到一些这样的状况 南投搭公车到台中再从台中到台北再从台北回来这样子108课纲观察报告 所有的就是学习历程的档案里面就这个东西最精彩 在108课纲上路之后学习历程档案成为学生们准备被审资料的重点之一 所以有一些学生担心做不好会找代写代作或报名参加高额赢队变成军备竞赛 让很多人产生增率 但以大学端来看 老师们认为这些做法其实没有必要 那如果是这种很模板式的很官样式的文章 其实评审老师也就翻番过去这样而已 我们参加这个活动到底获得了什么样子的成长 一定是每个人都不一样的 那大学老师就喜欢看这个 其实我们要跟大长真的没有必要 因为花了很多冤枉钱没有收获 而且可能会有抄袭的疑虑 有八成的老师都觉得他们可以看出这个真实性 市长们指出大学重视的至高中生的在校学习成果 以及是不是有具备申请学习所想要的能力 除了学习历程档案之外 还会有笔试口试验证 全中团体AdYouth在学测成绩出炉之前 邀请学生和大学端分析学习历程档案的乱象 并呼吁教育相关单位为代写代作的行为 定定相关的规范 减少学习历程档案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 记者曹彦军彭耀祖台北报道 抗议欧盟的气候变迁新政策 还有乌克兰农产品的不公平竞争 波兰农民开着拖拉机占领了前往德国的公路 另外有一百六十顿从乌克兰运往波兰的玉米谷物 被波兰的农民倾倒在路边 引发了乌克兰副总理的不满和批评 波兰农民出动约百辆拖拉机 在当地时间二十五号封锁了西部与德国接壤的村庄 西维科以北的A二十公路 迫使要从波兰到德国的车辆 必须绕到苏比策在横跨大桥 才能进入德国第五大城市法兰克福 这几周以来欧洲各地农民群起示威 抗议欧盟对气候变迁的新政策 程序反复以及来自乌克兰农产品 可以免税进口的不公平竞争 使原本收入就低微的欧洲农民 利益更受损 另外同一天从乌克兰首都基辅 自边境公路运到波兰的巴结 货运火车车厢里 共一百六十顿的玉米古物 也被波兰农民倾倒在华沙 西北方约三百公里的柯托米尔日 布兰农民的举动引来 乌克兰副总理库布拉科夫的不满 他强调这些谷物不是要输入波兰的 而且这已经是发生在波兰的第四起破坏事件 波兰政府竟然放任不管 而波兰警方则表示 其他细节仍在调查中 公事新闻沈露佩编译 来看到世界行动通讯大会 在西班牙登场 五G六G的技术发展 讨论度高 而AI如何在行动通讯设备上来应用 同样也受到了外界的瞩目 有厂商就展示结合AI技术的透明荧幕 还有透过AI眼动追踪 从远端来移动车辆 透明荧幕后方摆放了盆栽 笔记型电脑借AI获取实体物件资讯 系统生成的鸟类和蝴蝶 仿佛真的能停在向日葵花朵上 2024年世界行动通讯大会 26号在西班牙巴塞隆纳开幕 今年的主题为未来优先 聚焦比5G 万物联网和AI容信化 等六大领域 尤其AI技术结合行动通讯设备的应用 讨论度非常高 过去十八个月 全球生成式AI和大型语言模型 快速发展 专家指出相较过去 如今手机通讯设备本身 将不是大会主角 如何结合AI技术改善能源效率 以及5G 6G未来技术发展 更加受到矚目 像是南韩三星 就展示旗下手机AI即时翻译功能 而中国荣耀终端 则发展AI眼动追踪 让民众能直视手机萤幕 远端操控汽车移动 今年除了国际大厂参展 台湾也有联发科 宏达电等超过五十家厂商前往 经济部更邀请台厂 组成台湾队 积极争取国际订单机会 本次大会将举行四天 去年有超过两百个国家 两千四百个厂商参与 主办单位估计今年数字 将再创高峰 公司新闻两言编译 镜头焦点带您回到国内 为了要赚取流量 接连发生了有民众拍摄 杂影片的状况 在台中就有人拍摄歹徒持震爆枪 涉及车辆的影片 而且还加上了配乐枪声上传抖音 警方调查后发现 根本就是一场恶作剧 另外还有网红po出了孩子 被一名陌生男子爆起来的影片 结果警方调查后 也是自导自言 白车谐停在黑车前 看起来就像发生行车纠纷 一名男子还向小轿车疑似开枪 影片下方的标题写着台中日常 男子持类似震爆枪开枪射击 在抖音平台散播 警方寻现找到三名涉案男子 也找到原始影片 结果是同公司的三名同事 拍摄后置 枪声也是配音的 恶作剧之行为 由三人跟公拍摄后 加入枪声后置后而成 另外这段影片 则是网红带着五个月大的女儿逛街 突然出现一名陌生男子 伸手要抱小女孩 但也是演出的情境 该名网红到案后强调 只想提醒家长小心 才会拍影片来重现 两部影片虽然成功吸引目光 但却已经引起民众恐慌 警方表示都已经涉及违反设委法 短影音具有简短散布快 已经吸引民众目光的特色 小讯息常会利用这种短影音 在各大社群媒体来散布 警方呼吁民众对网络影片要多查证 而未成年更是要小心 根据儿福联盟统计 去年度儿少平均每周使用网络 高达32.2小时 时间逐年增加 父母的角色相当重要 不是让孩子感受到的是 爸爸妈妈就是一味的制止 那让孩子感受到 其实爸爸妈妈是愿意慢慢地靠近我们 跟知道我们想要从网络上面去得到什么 而福联盟表示 现阶段很难禁止孩子使用网络 除了相互沟通 也要了解网络的匿名性和效应 才能确保使用网络的安全性 这个零件身份换群 陈冠勋 台中台北报道 财政部日前针对囤房大户 进行租金所得查核 结果需要补征金额有将近2.8亿元 国税局将会持续针对学校 还有捷运周边的出租热区 展开为期两年的查核 预计要调查8000件 不过民间团体就认为 国内现有的租屋宅超过了百万户 没有缴税的房东 高达了七成以上 政府要查房东逃税 不能够只是限额的专案计划 而必须是要常态性的 为了议制租屋市场逃税的问题 财政部先前针对10户以上囤房大户 以及5户以上囤房大户 分别进行租金所得查核 接下来国税局将在针对学校捷运周边等出租热区 展开为期两年的查核 初步预定调查8000件 根据财政部的统计 先前多屋族专案共查了 九千三百三十七件 核定补税四千九百六十八件 也就是超过五成都需补税 核计补增进新台币二点八亿元 接下来新一波查核专案 不再只是以持有户数多寡 作为查核的基准 而是以出租的热区地段 作为查核重点区域 可能会扩大查核五户一下 出租几率高者 国税局就各自轄内情况盘点筛选案件 要是遇到出租几率偏高的个案 国税局会检视水电费等资料 或实地访查房屋使用的状况 进一步与房东谈判 若坚决不承认有出租 查金流为最终的手段 我们政府估计 我们整个台湾的租屋市场规模 超过一百万间这样的规模 那绝大部分是一个地下化状况 你不可能每一个都去查的时候 那样背后那个结构性的问题 还是没有办法解决 民營团体认为国内现有租屋宅 总数超过百万户 其中有城市报税 房东约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三十 每缴税高达七成以上 房东逃税已经是公开的秘密 查房东逃税不能只试限额的专案计划 必须是常态性的查核才能真正落实居住正义 记者为了张国梁特会报道 外界讨论国内观光旅馆 价格偏高的议题 交通部长王国才回应说 如果国际旅客来到一年一千两百万人次 业者就渴望降价 还说不降价就骂他们 有部分的旅宿业者就认为政府 没有考量到缺工等等的这一类因素 只想要追求来台观观客的数量 而不是深度旅游 对旅宿业的帮助有限 台湾饭店住宿价格一直引发热议 不少旅客都很有感 根据观光署统计 2023年前三季 全国观光旅馆平均每晚房价 来到四千六百二十六元 而南投县的观光旅馆 每晚平均房价是一万四千六百六十八元 是全国均价三倍多 为全台之冠 交通部长王国才日前接受 网络媒体专访 提及今年目标一千两百万名 国际旅客来台 渴望填补旅宿业平日空缺 若平日假日都有客人 热门时段房价渴望下修 呼吁政府可以尊重市场机制 这个市场给的这个房价的价格 业者呼吁政府除了拼来台旅客树 也要打造深度旅游观光环境 吸引国际旅客常驻 才对旅宿业增加客源有助益 而对于旅宿房价居高不下 观光署认为国内旅馆市场逐渐分众化 加上原物料价格基本工资上涨导致 观光署举例像是越来越多国外商务客出差 住宿也需要记录碳足迹 但目前提供相关服务的旅宿业者不多 未来将协助业者提升服务 有助后续打入国际市场增加来颗率 记者综合报道 台湾妇女产后忧郁症的盛行率达到了两成 远高于其他国家 根据国际研究显示 平均每七位产后忧郁症的妇女 可能就会有一位婴儿亲生 为了协助孕产妇度过情绪的难关 卫福部目前除了提供15到30岁的年轻族群 免费资商方案 目前也正在规划孕产妇成为下一波的补助对象 产后忧郁症发生率大约是两成 通常女性生产完的一到两周 最容易出现忧郁的情绪 除了生理因素之外 也可能是因为育儿教养等等的问题 和家人间起了冲突 更加重了产孕妇负面的情绪 根据国际的研究显示 平均每七位的产后忧郁症妇女 可能就会有一位婴儿自杀 台湾妇产科医学会建议比照国外的做法 在女性刚怀孕的时候 还有怀孕后期 以及产后一到两周等三大时机 进行忧郁筛减 协助孕产妇度过情绪的难关 来看到台中警方监看辖区治安要点监视器的时候 发现法子东街有大批的人车聚集 而且还发出了扰人的噪音 立即是派线上的巡逻警网前往查处 不过现场人车见到警方随即就一哄而散 警方根据监视器清查 后续将会喊请相关单位开罚 不过民众还是觉得取缔的效果相当有限 一听到警方的警惕声聚集炸剂的骑士随即一哄而散 慌乱中有人猛吹油门 还有人翘勾勒 挑衅意味浓厚 警方到场后虽然已经没有防害安宁的情况 但还是扩大钓鱼监视器 锁定五部汽车和十六部机车 将对涉及改装及噪音的部分 分别开罚和喊请相关单位来查处 涉及改装及噪音车辆 将分别喊请监理机关查验 并上传环保局噪音通报网 这条路位在法子西旁 道路又直又宽 桌边也没有住家 经常成为改装车聚集地 警方表示改装车辆如果有禁诉或禁忌的行为 将以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 最高除九万的罚环 变更车体改装也会置单 要求车主重新练车 但不少民众还是认为 改装车噪音的问题 还是最令人困扰 很多很多很多 就是改装那个 加速器那种的声音 就差 如设有不当改装制反案 安宁之车辆 将依噪音管制法高法处分 处新台币三千元至三万元不等 此外环保局将针对该区域周段 加强各项噪音车辆管制作为 虽然市府在去年七月启动进程专案二点零 也加强取缔力道 但不少民众认为成效有限 也抓不生抓 环保局强调 如果使用未经检验合格的排气管 妨害安宁就会告发处分 拒不改善者可暗次来累罚 也会和警方合作 加强查记力道 美丽华高尔夫球场劳资争议 经过多年的缠送 最高法院近期判决工会胜诉确定 法院认为为了举办大型的国际赛事 没有和工会协商就找外包厂商失作工程 公司违反了协议 判赔六百万元定业 到司法院陈勤 希望司法主持公道 还到新北市政府陈勤 要公部门为劳工主持正义 美丽华高尔夫球场的劳资争议 抗争的工会成员 长年辛苦奔波 最高法院近期判决工会胜诉 公司判赔六百万元确定 为与被上诉人协商讨论人力需求 竟将工程外包于第三人失作 构成违约 应给付六百万元至违约金 官司诉讼多年的美丽华案 时间回溯到二零一八年 公司解雇工会干部 工会发动罢工 经劳资争议调解会议 明令公司雇用外包人力前 要和工会协商 如有违反 需几步六百万元违约金 不过二零二零年 公司未经协商 就以外包人力 失作沙坑排水 国领换草等的工程 工会认为公司违约 打压工会 请求几步六百万元违约金 最终胜诉 对败诉确定 公司也有话说 认为当时为了符合 大型国际赛事需求 进行改善工程 飞机有人力可以完成 工会也有反应 无法附和 才会请外包公司协助 不过法院认为 公司未经外包厂商 失作的工程 有部分属于 既有人力的工作范围 依照协议 不得随意使用外包 公司违反协议约定 未以工会协商 判决败诉 全案定验 记得陈亚新藏家台北报道 2024世界青年花式滑冰锦标赛 2月28日将会在台北小巨蛋登场 为期五天的时间 有来自世界各地187名的选手参与 第一次以地主队身份参赛的 台湾小将蔡玉凤和李宇祥 都希望自己能够拿出最好的成绩 流畅优美的动作 全都是为了即将到来的 世界青年花式滑冰锦标赛 加紧脚步练习 14岁台湾小将蔡玉凤 首次以地主身份出赛 她是台湾第一位 站上冬季青年奥运赛的 花式滑冰小将 这次在长曲和短曲上 都做出调整 希望带来耳目一新的演出 同样要捍卫主场的 还有17岁的李宇祥 这次也是她生涯 最后一场青年组赛事 从二二八开始 为期五天的赛程 将会有来自世界各地 187名好手参与 也是台湾睽违七年再度举办 李宇祥除了兴奋也倍感压力 更希望在台湾留下好表现 本次赛事吸引外界目光的 选手名单 包括被誉为南韩金盐儿 接班人的申志雅 还有被视为本赛季 最强黑马的中田黎氏 赛前记者会上 蔡玉凤和李宇祥 也特别准备了珍珠奶茶 及红豆饼和大家分享 希望互相交流打气 切磋学习 记者林小慧 朱凤之无奇称 综合报道 电子竞技已经是 亚运正式的赛事 其中快打旋风 也是项目之一 快打旋风6的 官方世界大赛卡普空杯 在美国的加州举行 来自台湾的选手 卡达米一路过关斩将 最后是打败了三港选手 获得了本届赛事冠军 他抱走了百万美元的奖金 也成为了台湾的第一人 成为了快打旋风6的官方世界大赛 卡普空杯最终冠军 我们感谢台湾的社群 还有我的家人 支持我参加这个格斗比赛 所以我今天才有机会拿到这个冠军 他公布奖金有一百万的时候 我就知道这个冠军我拿定了 说得很霸气 卡卡达米在本届的卡普空杯当中 先是隐小组赛第一名晋级十六场 最终决赛陆续打败墨西哥 南韩选手 还有来自香港的克里斯翁 一路打到冠军展 最终总决赛 卡卡达米又对上了败富冠军克里斯翁 虽然先被3比0结束比赛 但后来在联赛战局 再度掌握节奏 找回优势 顺利夺冠 也成为台湾第一人 近年来 台湾在格斗游戏上末也有斩获 比方去年亚运的快打旋风舞 台湾选手向运林和林立伟 直接是赢包同 而这一回哈普空北冠亚军 都不是职业的选手出身 而平时的努力带来杰出表现 也让许多电玩爱好者们振奋感动 桃源市复兴区八灵道一处民宿 近来被发现有一只蓝湖太阳鸟 由于台湾不是蓝湖太阳鸟的迁徙路线 所以这个迷鸟的消息一出 也吸引了大批鸟友们聚集来拍照 俗称大炮的高倍率相机主义力在步道间 鸟友们聚精会神按快门 有人拍五百张才选出二十张满意的照片 也有人摸黑出门 开了两小时车才到这处位在桃源市 复兴区八灵道旁的民宿 目的是为了要拍到这只迷鸟 蓝湖太阳鸟 台湾野鸟保育协会指出蓝湖太阳鸟 主要分布在印度中国等地 活动区域在海拔一千公尺以上的 高原盆地或山地 喜欢在花丛间活动 之所以吸引鸟友 是因为它的迁徙路线中 不会到台湾 可能是迷路或其他的原因来到台湾 因为跟人迷路的状况类似 所以称它为迷鸟 人会迷路 鸟也会迷路 自身身体的因素 跟它的一些同伴脱队 甚至有一些鸟类是非常有趣的 它可能辗转 透过了一些交通工具 然后来到了一个 这次蓝猴太阳鸟被发现的地点 正好在樱花林间 符合它喜爱栖息在花丛间的习性 上次蓝猴太阳鸟出现在台湾 已经十八年前 目前鸟友以静谧 不干扰的方式拍照 也希望若有民众前往欣赏 同样要降低音量 以免打扰这次交客 记者张熟云 王老庭 许正俊 桃源报导 巴西的大豆 玉米 还有棉花 产量和全球市占率 都和美国和中国并驾齐驱 但这两年 除了恶物战争 导致肥料供应短缺之外 年轻一代的农民 也意识到转型永续农业的必要性 因为改用生物性农药 在防治病虫害的同时 还能够降低成本 收割机在田里来回工作 远处还看到卡车 把初步处理过的大豆 送往农场附设的处理工厂 这里是巴西中南部的农业重镇 蒙蒂维迪乌 三十六岁的克鲁维内尔 有时在农场里寻查运作了状况 有时则回到工厂旁边的实验室里 研究并制造大量的生物农药 克鲁维内尔从2016年开始 自行研发有机肥料与农药 他在冷藏库和农场附近的森林里 培养所需的郡株 然后移植到桶子里大量繁殖 成为生物性农药的材料 克鲁维内尔的农场 总面积有1400公顷 看起来不小 同时它的农药使用量 已经有76%转换为生物农药 但在巴西这个南美洲第一大国 比起其他桶业算是小物件大物 法新社引用的统计显示 从2020到2022年 生物农药在巴西农业的使用比例 也不过从4%成长到9% 每年的化学农药用量 仍旧高达72万公顿 对此农业化学专家的解读是 生物农药的成长空间大有可为 这样的乐观也并非毫无道理 克鲁维内尔以自身的经验指出 当他改用生物农药之后 农场的生产成本 降低了61% 大豆的产量增加了13% 巴西农作物生产的产值 占全国GDP的比例 虽然不到一成 但若加上相关的食品工业 比例就有29% 使得农药政策的走向 受到相当程度的政治干预 回顾担任总统的鲁拉 虽然有意推动生物农药 但在国会遭遇强大阻力 农业相关产业积极 游说之下 国会甚至在二零二三年十二月 通过立法降低化学农药 核准上市的门槛 成为生物农药推广之路的 重大挑战 国师新闻许家便宜 我们一起来关心今天各地的 天气预报资料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继续带你来看的是 今天的空气品质指标 感谢您收看这一节的公式早安新闻 我是朱凤志 我们明天再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